一所特殊的学校 一群特殊的孩子 六十年时光荏苒 这所学校现在以什么样的面貌存在 叛逆少年 问题少女 怎样的救赎 才能让他们重回正规 再度出发 见证 本期播出 走出人生误区第九集 再度出发 接触大案悬案 探寻法理脉络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法治变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12年1月份的一天 此时 北京的许多学校已经放寒假了 北京市海淀基础学校高一年级的班主任 贺伟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他班里的一个学生出事了 给我和裴老师打电话了 然后我们了解这个过程以后 然后又跟他家长联系 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 朋友一块聚会 然后就喝牛 然后就打起来了 而且给人家打得也比较严重 然后自己跑了 因为我怕我妈担心我 所以然后我就走了 就跑到河北去了 安超的爸爸早年去世 既怕安超的妈妈着急 又惦记着学生安危的贺老师 接到电话没来得及想太多 把刚刚生了孩子的妻子 丢给家人 开上车就直奔河北去找人 到河北然后找到他的时候 就河老师跟他聊了很多 然后就让他劝他回来 就是即便是这个孩子 就是出很大的事情 咱们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跑是跑不了的 就这个 在河老师的苦心劝诫下 在外漂泊几天的安超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意河老师回家 然而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却又显现营养成大祸 我当时就是在看那个路标 结果没意识到前面停着一张大货车 在这个高速路上 这个一走时 这个车差点跟前面的一个大货车 追尾了差点 而且车速还是刚才比较快 当我发现的时候 我这个车距离这个大货车 也就十多米的距离 停肯定停不下来了 所以下意识的 就是往右能打了一下轮 然后车上的东西 就是车座上一些东西 就给甩到地上 此番的经历 也让安超越想越觉得惭愧 因为当时贺老二的孩子刚出生 把媳妇跟孩子扔家里面就去救 而且虽说河外也不远 但是也不见 也不见 关键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毕竟都是师生关系 对吧 因为他没有直接亲属那种关系 2008年 升入一所普通中学的安超 除了不爱学习还经常调皮捣蛋 让老师很是头疼 在学校的建议下 安超转学来到了海淀季度学校 刚刚来到这里的安超 一开始也没少让这里的老师操心 几乎学校里所有的老师 学长都知道他 因为他经常犯一些错误 打架 等到老师 投学逛课 贺伟 1999年 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 来到海淀季度学校任教 学校坐落在海淀区温泉镇 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各级 红狼辉瓦 秀美典雅 古香古色 远离城市喧校的校园 环境清雅安静 然而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贺伟老师 以及许多外人看来 却是一所颇有些神秘色彩的特殊学校 99年 我参加工作以后 来到这里 才了解到 它的前身就叫做北京市工读学校 工读学校最初成立时 专门接收13到17岁 有严重不良行为 但并未达到违法犯罪程度的未成年人 为他们开设的 一种特殊教育模式 目的是教育转化 问题学生 较至未成年人 严重不良行为 那么 在60年前 是怎样的历史机遇 让中国能够建立起 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呢 1954年 这个年底吧 市公安局这方面有一个调查 北京市青少年的犯罪问题 还很突出 少年犯罪朝这低龄化 就是中学小学就开始了 当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 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兴 北京市公安局长冯锡平一起 特别商讨社会治安 和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时 有人推荐了苏联的问题 青少年教育专家 马卡联科和他办公学团的经验 几位领导认为 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研究并通过了 办一所特殊学校的议程 专门教育违法和轻微犯罪的青少年 进校工作由吴涵副市长负责 当时的北京市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赵敬堂担任校长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提携校牌 公读而自实际上就是半工半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劳动 然后使得它改变 因为它毕竟是孩子 所以在去学习 所以是半工半读 所以这里面可能有管教的成分会多一些 当时送学生进咱们学校 多数是由公安局送 就是各地区的派出所 他们的问题就是说 一个是偷窃 这是带有点普遍的偷 再一个就是打架 当时叫流氓 流氓 打架 这班有一个就是 那叫流氓王 那块也大比我还高 各种号 什么镇西单 什么镇鼓楼 就起这些号 好多孩子在社会上 已经相当有名气 而让刘瑞峰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些孩子们最大的喜好 竟然是打群架 这就是成为有习惯 不打就没法活 社员里不打架怎么行呢 它是这样 见面就要打 哪一个新学生 都要跟他打 为了保障学校秩序 公读学校从成立最初开始 就要求班主任 必须24小时 和学生们待在一起 一天晚上 刘老师所在的班级学生 睡着后 刘老师也休息了 我把人数点好了 都睡了 结果还是出事了 刚睡到半夜 就被宿舍外面的 打架声惊醒 我那最爱打架的 又出来跟人打架了 回来我说 我这没有人出去啊 结果是 这个互相打架的 来个人替他 躺在这 他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下面请各班主任老师 谈谈情况吧 我们班两个男生在教室里头打架 连桌子椅子都抄起来了 还骂了这班老师 我们班三个男生 翻墙出去 偷了生产队花生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些精力充沛 耗打群架的孩子们 改掉这个恶习呢 让大师傅给逮住了 这小子还扬眼 要砸火房 我们老看着看不住 干脆咱们放开楼 让他们打行不行 说咱们怎么打呢 说咱们就搞这个 全球比赛 谁愿意参加比赛 就公开报名 谁愿意参加比赛 登记 挂牌 每天课外活动 比赛一场 由体育老师来 给当地裁判 这一来 谁愿意打较量 咱们就公开吧 同学们看 没有必要再去 夜里头下争争去了 这么一来 从此这个 打架的问题 不能说没有了 他们偶发的还是有了 但是真正的 这个成群的 什么夜里头 也不睡觉 这种状态 慢慢就很少了 就被这个取代了 然后在他们喜爱的活动当中 再给他们指导 体育道德 体育规则正常的 最后裁判 就由他们自己来裁判了 后来学校陆续组织了篮球队 足球队 乒乓球队 军乐队 民乐队等文艺活动 也逐步展开 学生们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 而刘老师班级里面 最能打的那几个学生 也在活动中改掉打架的恶行 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特长得到充分的展现 成长很快 在走向社会后 都在各行各业中取得了成绩 24小时陪伴 潜移默化的影响 孩子们如何远离邪恶 寻找到自己的美好世界 陶学不停离家出走 大年三十 不想回家的少女 到底在哪里 现正正在播出 走出人生误区 第九集 再度出发 爸爸 我为什么那么爱笑 人家都说我爱笑 那是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并且爱她 那为什么有那么不笑 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世界 天天 帮助他们找回来 找回那个失去的世界 1985年 一部电视剧 寻找回来的世界 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也把工读学校 这个略带神秘色彩的教育模式 呈现在世人面前 电视剧的拍摄地 就在当时的北京市工读学校校园内 哥们 怎么称我 不敢 大哥 你呢 伯爵 伯爵 同铁佛爷 宋小丽等剧中的师祖少年们 给当时的电视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电视剧 电视剧生动地塑造了那些为花样年华的问题学生 同树信心 回归社会而绞尽脑汁的工读学校老师群像 就这些吗 这还不够啊 好家伙 你还想让他们杀人放火呀 要是没这些问题 但何必要我们办公读学校呢 咱们认为他们是有意捣乱 不接受教育 其实呢 在他们来说 只不过是坏习惯的重现而已 这在教育学上 叫做中断教育过程 这种反复的现象 始终贯穿在整个再教育的过程当中 那么学生的问题就不需要处理了吗 是需要处理的 但首要是班主任老师对他们的教育 我说的是教育 而不是押忽 寻找回来的世界 原作者 著名作家科研 正是在当时的工读学校 和师生一起生活了两个月 根据当时的所见所感 刻画出了那些鲜活的形象 作家科研老师 当时就是住在我们学校的教育公宿舍里 跟老师一起了解学生 来了解学生的一些内心的想法 包括这个寻找回来世界当中 主人公 一个是宋丹丹 还有是许亚军 他们当时拍摄的时候也是住在学校里 坐着 多不好意思 你接这儿 老师您坐 您坐 已经快到下晚自习的时间了 做了17年班主任的贺维老师 还在和学生聊天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 观念的进步 北京市公渡学校已经更名为海淀季渡学校 学生也早已不是电视剧里的师祖少年 但每个孩子身上或心里问题 还需要老师细心发现及时疏解 如果说不嫌不淡的这种聊天 这种谈心 我觉得效果不大 就是你从关心孩子的角度 去为他考虑 当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能够帮助他 告诉他怎么去解决 每个班级两名班主任 每位班主任在学校连续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24小时后再轮换 这个规矩 海淀季渡学校成立60年来 一直没有改变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北京地区独生子女 以相继进入上中学的年龄 家长望色成龙 各学校也把抓学习 抓升学率作为学校重点 导致不少学生厌学 逃学 这也给学校家庭和社会 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 顺势而为 北京市公读学校 除了继续承担教育 转化 挽救 处于犯罪边缘的问题学生外 为了充分发挥学校的社会职能 根据形式需要 1995年 学校更名为海淀季渡学校 与此同时 到全国各地师范院校 招聘大学本科毕业生 充实教师队伍 提高全校教师整体的综合素质 近50多名大学本科毕业生 充实到教师队伍中 成为教育教学第一线骨干力量 贺老师就在那时来到海淀季读学校 从河北找回安超后 经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 安超向被打人进行道歉和赔偿 取得对方的原谅 安超又重新回到课堂上 而在此期间 贺老师发现 安超整个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和他沟通起来顺畅多了 每一次值班 还有晚上的时间 几乎是每一次都跟他聊天 我就是想尽快地了解 他成长的历程 包括他的家庭结构 聊着聊着呢 我觉得这孩子 其实他也不是说本质上 有多大问题 他可能就是要表现出来这种 能够让人关注的这种行为 他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式 同时在与老师的关系上 贺老师明显地感觉到 安超的态度上的变化 从那之后 我感觉就是老师在说什么 他就非常坦然地去接受 我又已经不把漫本主任 看成老师了 就是把他已经看成我的朋友了 就是但是叫还是叫老师 笑到了 学生你干嘛呢 我等他画那个群座 我来上搜 老师特别特别轻的画 这个带 带我看特别特别特别轻 这张写的是我们 在过两个小时 海淀季度学校第二届卡拉OK校园比赛 就要开始了 在初三二班班主任 侯老师的带领下 几个女孩正在给班级里 一会儿要参加比赛的小军 绘制粉丝手举牌 准备给参赛的小军加油助威 贴一个那个小花是吧 对 撒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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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说 dil est 老师特别念 その笔ヶ落 aime 聂丹 通革 经历 录over 尊重 又 哎 赛 不管 这个 好 一曲天之大 不但征服了现场的观众 也征服了评委老师 小军在比赛中最后夺得海淀纪录学校 第二届卡拉OK大赛总冠军 成为海淀纪录学校的好声音 多才多艺的小军 现在是老师眼中的乖乖女 但是没来海淀纪录学校之前 她却是一个众人眼中的问题少女 实际上小学一到五年级是很优秀的一孩子 从学习各方面都是拔尖的 然后自从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之后 接触社会上一些人对他影响特别大 然后自己慢慢就开始堕落了 从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到开始学会抽烟厌学 接触社会不良人员 小军的快速堕落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老师没收了我一次手机 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那老师 然后就跟他们对着干 然后还经常偷偷的跑着出去抽烟 然后还逃学不回家 叛逆的小军再一次逃学时 气急的爸爸把他锁在家里 不让他出门 不服气的小军想方设法跑出家门 结果一连七天都没有回家 快过年了 小军依然不见踪影 孩子去了哪儿 大年三十 举一家团圆的夜里 小军的妈妈却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女儿 她妈妈说 老师这三十晚上 我骑着车子冒着大风 带着她的弟弟 在渴他们家小区周围 还有周边 我们一直在找我的丫头 我妈是大年三十晚上才把我找着了 她还没给我找着 我就跟我哥们去外地了 当时就不想回家 当时我的自控能力特别差 然后他们就一扇风点火 我就说行的不回家了 然后一不回家 就七天七也没有回家 社会在发展 法治在进步 新时代下的风度教育 到底面临怎样的机翼 发现孩子的优点 付出关心和爱护 老师们成功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见证正在播出 走出人生物区第九集 再度出发 刚刚上初中才13岁 看听话的小军变成了这个样子 小军的家人一筹莫展 这时他们推荐了海淀季度学校 他们听说这所学校管理严格 或许可以改改小军的性格 小军的英语以前一直都是弱象 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 他明显有了很大的进步 然而在最开始时 小军却并不想来这里读书 他听人说学校管理很严格 因此有点害怕 为了能让孩子安心的去读书 小军爸爸答应他 只要去这所学校 就给他换一部新手机 刚来第一天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小孩就是很横 对人都是 看人就是那眼光是目中无人 那种感觉 就像社会上那个小的 大姐大那种感觉 往那一坐撬了二郎腿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小军还有些抗拒 然而没多久 小军就发现这里有很多兴趣班 艺术班 而这其中就有他一直想学的 萨克斯班 这孩子就是比较多胎多艺 会钢琴 然后原来吹过场管 然后等萨克斯他上手特别快 然后那个外边的老师也表扬他 就感觉这小孩特别漂亮 而且学东西这么快 这么聪明都围着他转 他感觉自己特别特别好 就感觉自己 我还是很有能力的 集体活动 文体活动 能够最大能量的调动孩子们的热情 因此 这一特色教育和优良传统 一直沿袭了下来 现在的海淀基督学校 在原来的基础上 开展了更加丰富多彩的 文体训练课程和课外活动 你看我们每天中午有十几个社团 然后就是孩子感兴趣 你就随时可以去 然后我们的校本课程 五十六万一个学期 对啊 你感兴趣 最哪个感兴趣 你就去哪个呗 然后孩子在这些活动中 哦 他慢慢的发现 这里面有我感兴趣的 你我能够展示出我才能的 然后这时候 他自己兴趣点也发生转移了 哦 原来我是这样的 我并不是像别人说的 我一无是处的呀 是吧 我也能够成长呀 也能够进步呀 高亚娟老师 是海淀基督学校 心理中心的教师 小军班级的心理课 就由他担任 每天晚上 他都会收上 孩子们书写的 新型天气预报 老师会根据孩子们的书写情况 判断出 孩子们一天的心情 每天孩子在这上面 有什么情绪感受 有什么心理话 都可以跟心理辅导员老师去说 然后呢 这个孩子他就经常 会到心理中心来 然后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会过来 有一段时间 高老师发现 这个孩子 有些问题 你这样不行的话 你肯定做不到 我就想跟他 跟他和好 那还不可能 一下子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不用再强奏他了 就你要想那个 做到你想做 你就水滴穿石 万一我水穿不上他的时候 怎么办呀 他再给我出来怎么办呀 注意一个悬崖 人家从这边跳 那边是不是不好跳啊 你中间是得搭些桥啊 我认为这件事吧 就是你组 肯定是不行的 你越组 他会越给你对着来 所以你就顺着他的方向去输 输到他 比如说他在跟你谈 这个男的 这个男同学的时候 你就帮他分析 这男的是什么样的人 跟你某件事来分析 你看你跟他合适吗 他就会想 嗯我们不合适 被恋爱困扰的小君 情绪不太稳定 不想上课 就是厌版这课堂了 班主任侯老师 立刻和心理中心 高亚娟老师打了招呼 小君就被高老师 请到了心理中心 可能能够去更科学的 准确的去把握他 比如说孩子 我们可以通过跟他的访谈 沙盘呀 然后游戏呀 这样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以及他成长当中 可能他面对的一些困惑是什么 包括他个体的 他的一些成长的空间 可能还在哪里 会有一个比较 可以说比较科学和准确的 这样的一个了解 他就把自己从 很久很久的情绪 就给发泄出来了 大哭了一场 小君的情绪得到宣泄 慢慢地想明白了 也回归了理智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引导 小君成长很快 现在小君成为海边 嫉妒学校法治基地的讲解员 每当有本校或者是外校的孩子来参观的时候 小君都会给这些孩子们 现场讲解一些法律知识 他参加之后 就正月我们又去了一次 去了一次之后 他妈就哭了 他说何老师 这一年我过得特别高兴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家丫头特别高兴 我让她跟我干什么 她就干什么去了 而且特别愿意在其他亲戚面前说 我现在特别好 你看我还得 期末考试得多少 我们家丫头 他心里是明白的 我应该能做好了 而且过年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妈妈 天这么冷 我为什么去年在外边跑 我为什么没跟你们在一起 然后妈妈就特别高兴 小君有了自信 懂得了感恩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变成了妈妈和老师眼中 懂事的好孩子 同样有过一次逃跑经历的安超 最初的变化 也是从在学习上 找到自信之后开始的 这孩子在初中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什么都不学 上课 要么是睡觉 即便不睡觉 坐那发带发冷 先是从数学上开始 包括在刚才这两个 他之前的基础 也就是各回数 一考试就各回数 或十几分 但从那之后 我就明显的 因为作为老师 很容易判断出来 一个孩子他上课是否 他是否专注的经厂 从他的眼神看出来 从那之后我上课就感觉 他的眼神就变得特别专注 海淀季读学校的孩子 基础差 底子薄 尤其是数学课 好多孩子都不怎么感兴趣 因此在讲课时 贺老师尽量讲得慢一点 让所有学生都听懂 所以在这一堂课上 我就尽量放慢速度 因为毕竟他的基础在这 我就尽量放慢速度 把每一个知识点讲透彻 能让他理解 因为这个时候 对他来说 树立信心非常关键 所以包括在当天晚上 布置这个作业 我就看 我就特别关注他是 怎么去写这个作业 结果就发现 留下的作业 就每一道题他都做了 在高二的上学期期中时 学校参加区里的统一考试 安超的数学 一下子考到九十多分 孩子的这种进步 让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从这之后 他对学习梳理了信心 毕业 他的学习成绩 在班里边都是前三名 到最后 还拿到了市政府颁发的奖学金 两千元 反正我感觉 就是怎么说呢 只要你想学 什么时候都不管 此时的安超 除了学习上有了质的飞跃 还积极参加学生社团工作 不仅当上了班长 甚至还竞聘成为学校学生会的主席 在学生会呢 也是在高二的时候 竞聘这个学生会主席 竞聘成功了 学生会主席 除了在协助学校管理学生方面 能发挥非常突出的作用外 还负责学校各项活动的全面指挥和协调工作 这也锻炼了安超 在待人接物解决一些日常交往和突发问题上的能力 他的发言在大厅广众之下 做了一些工作 在他这个心理素质这方面锻炼上 应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后来的高考中 安超考上了他心仪的大学 大学毕业后 成为某物流企业的部门经理 兼团支部书记 所以校长老说一句话 办适合我们孩子的教育 他每次解释的时候 就我们他老特别强调 虽然有时候顾不上家庭 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十分辛苦 但是看到班里的孩子们一天天成长 从让人操心到让老师放心 贺老师还是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 你要能够在这里边找到自己的幸福感 这是在跟学生不断接触的过程中 其实这些孩子也是很多都是比较天真可爱的 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自己是一个问题学生 他们也想自己能有更好的发展 像其他学生 好学生一样 被老师关注 他们也都有这种愿望 从改变习惯 改变思想 到改变行为 拥有梦想和希望的孩子们 从这里再度出发 攻读学校 这个特殊的教育模式 随着时代而进步 成为孩子们实现梦想的起点 一场感冒发烧 使原本正常的孩子突然失聪 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照方抓药 过度用药 谁来拦截 错误厨方 见证本期播出 要按寻踪第一集